我现在在大乐 现在准备去吃个中午饭 在这边吃一个他们的快餐 前面这里就是快餐店 这里还有烤鸭 在这里吃吧 有鸡腿烤肉 这是烤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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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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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点了鸡肉和鸡肉 这里的快餐是自选快餐 然后找个地方做这里吧 这里还有生的小米椒 这个是辣椒油 这里生意还挺旺的 有很多人在这里吃 这个分量还是有点少啊 点了一块烤肉 然后 然后 还有两块鸡肉 一碗汤 还有 一小碟的 应该算是凉菜吧 不管了先吃了再说吧 看起来应该挺不错的 这块是烤鸡肉 这块是烤鸡肉 很甜的 看一下这是什么汤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汤 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先吃饭吧 这个是他们的茶 这个茶杯很小 然后用这个塑料的瓶子装这个茶感觉也挺有意思的 这茶杯感觉像喝酒一样 用这个小杯子喝茶 这个味道还不错 就是分量少了点 好吗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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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元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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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万5月南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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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下雨了 3万5月南吨 大家好我是阿末 我现在在大乐火车站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大乐火车站这边的样貌 这个火车站 有很多人来这里拍照 应该可以说是这里的网红景点吧 这里是有一列火车 就是现在这一列火车是每天都有开的 这列火车是从这里只有两个站 从这里开到那个有个叫 林福寺的寺庙那边去那里有一个火车站 然后这个票价的话我等 我现在还不知道 等一下我去车站那里去看一下 现在他要推到那个车站那里去了 这列车 这里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拍照打卡 这是越南的警察 只有一对情侣 现在我们到火车站里面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到火车站里面去看一下 好多人在这里拍照 这上面 这上面 这一个火车站 这上面 这上面 这里还有卖那些小玩意的 这些食品 这些东西 小朋友玩的玩具 然后这这个车厢 这上面是餐厅来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上面是一个餐厅来的 现在没有营业吧 没有看到油盐 没有看到油盐 这是喝咖啡的 然后这里有好多游客在这里买东西 哇 好多人喜欢靠在这火车上拍照 刘亦菲看到没有 看一下他画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多肉 这是花 这个是什么 不知道 然后这里面好像是买火车票的吧 哦不是 这里面也是吃东西的 还有中文的菜单 喝咖啡的 然后出去吧 然后出去吧 出去吧 我看不懂 但是价格也是差不多了 刚才我坐在VIP 那列车厢 十万越南顿 刚才他也是收我十万越南顿 应该没有坑我 我刚才也是坐VIP那里的 但是十万越南顿太贵了 我坐摩托车过去都不要五万越南顿 然后买票是在这里买 想要体验的话可以在这里买票去 去那边有一个叫林福寺的地方 很漂亮那个林福寺那里很漂亮 林福寺离那个车站只有200米左右很近 值得大家去看一下 那个林福寺是不要门票的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火车站 这个门口这里 在这里拍照挺漂亮的 这里就是大乐火车站的门口这里 然后如果你要进来这个火车站参观的话 就是进来这里参观拍照 然后你不想坐火车 你进来的时候不管你有没有坐火车吧 你到这里来如果是从这里进来 都是要买门票的 门票也不贵就是五千越南顿 不到两块人民币 然后刚才我是从那边坐车回来 那就不用再买门票了 因为我只坐了一层 然后他也收了我 他那里的票价是往返的 我只坐了一层 他也收了我十万越南顿 感觉有点亏了 我还不如打个车回来 可能打地回来都不用那么多钱 因为我坐摩托车的时候 四万六 而且是从市中心那边坐过去的 然后这里离市中心还挺远的 应该有一两公里左右我要走路回去 好了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现在我准备走路回去了 先找个地方去吃饭 现在也到吃饭时间了 现在也到吃饭时间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